在深圳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大都市内 隐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中城 这里便是南投古城 穿过明代的城门步入古城 可见古城原生态与现代商业鲜活共生 老式住宅与来自港澳的特色文创店铺 艺术家工作室等共存 让古城老街充满生活气息 如今被誉为深港历史文化之根的南投古城 吸引不少港人回来探访或寻根 走在老街上聆听古城的前世今生 见证深港共同的历史源头 第一个是了解古城 为什么有古城 古城是什么历史 它原来有个衙门 它就知道这个衙门原来是广过香港的 然后古城这里面很多小吃 雪糕这些东西 对年轻人特别喜欢 南投古城曾是深港地区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中心之一 据南山博物馆馆长七星介绍 从地方行政严格上溯源 自有行政建制以来 直至鸦片战争之前 深圳和香港属同一个行政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深港民众在背山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劳动生息 我们拿汉代的文物来讲 深圳有红花岩汉木出土的大批东西 香港有李正乌汉木出土的文物 那么从这些出土的文物来讲 不管文物的形制 工艺 造型都极为相似 这也反映出来 同一时期 深港两地的居民 他们对生产瓷器 生产桃器的这个做法是一致的 所取的材料也是一致的 深圳南投与香港一一带水 不少南投籍人士在香港扎根 2019年初 一群热心社会事务的香港南投籍人士 发起成立了香港南投同乡会 该会会长陈伟光介绍 同乡会成立后 不断促进两地交流 介绍香港青年到南投创业 目前香港南投同乡会 正在举办香港影视文化展 让两地青年体验到香港和南投古城 在影视文化基因上的同源性 现在这个古城呢 我们已经这里有16家 这个香港的企业过来创业 引进过来的我们有12家 都是年轻人过来的 都是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过来创业 包括这个麦恩记 它在香港也是一个品牌店 还有一个这个很特别的 这个小女孩姓庄 19年的时候呢 就回来这里创业 就办了一个面包店 现在已经发展了好几个门店了 在南投古城里 一家凉茶甜品铺 吸引海内外游客注意 该凉茶甜品铺的创始人 赖一山来自香港 在南投古城开店近四年来 他感受到古城特有的生活气息 古城内浓郁的岭南文化 更是深港同宗同源文化底蕴的最好体现 很多很多的香港人 也回来这里寻根 或者是找美食 那南投古城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 而且呢 能够给人们找到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好 或者是一些文化的根源也好 都能够在这里去找到 包括国外的 很多很多国外的人也来这里打卡 他们也会来吃我们的桂林糕 来喝我们的凉茶 然后有一次还有几个国外的 他觉得我们的凉茶比咖啡还好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感受到古城的这种 特别有生活气息 在深圳创业获得成功的赖一山 也经常向香港的朋友 介绍这边的营商环境 他表示自己的儿女 也正打算来到深圳创业 所以现在很多香港人 他们也回来 也回来这边创业 然后呢 也回来这边去居住 因为现在环境特别好 然后各种条件也特别好了 我很多朋友 他们也看到我在这边创业有成 大家都很想回来 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多回来 伴随着城市激离 与人文轨迹的不断的更新 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 南投古城正通过引入艺术 创业等文化产业 让古城多元文化与烟火器并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